操民花 操民花 操民島是一個特殊的地方 它這裡是沒有原住民的 那操民島上的人 來自於那裡呢 它來自於四面八方 以前那些婦女呢 集中到了我們的操民島 她們集中在一起 創作了什麼呢 操民土布 所以在從民啊 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各个地方的布 一句说呢 别的地方没有的 虫名有 别的地方有的 虫名更有 从我收的第一块布啊 现在从到现在 我已经收了25吨的布在家里 我每块布收回来 我还是有记录的 我知道我有多少花形 我有多少种类 其实光鲜染后汁 我都有578个种类 也就是它有4000多花形 你要是某天都要染 就某天都要搅拌 让它的活性度到最大的一个饱和点 在汁的前提底下 我要先把我的蟹染成五颜六色 那我就要找颜色 那为什么我们现代人一定要去 用化学染料 去让它变成五颜绿色呢 那所以在这两年啊 我就到处去找颜色 就像蓝色 它取之于板蓝根 你看 小人代表着老奶奶自己 东南西北我都去过 去干什么呢 人人要干革命去 它都是以文字的方式 然后她又去了很多地方 北京 天安门 去干什么呀 去出早工 这块就是妈妈结婚 女儿结婚的时候 妈妈必须要给她的那块布 锦子布 妈妈希望女儿出嫁以后呢 能把家打得得紧紧右条 这一块呀 这一块就叫留心布 远看是不是像留心一样呢 往下掉的一种感觉 那些妇女啊 她希望风调雨顺 所以呢 留心布啊 她就能够许愿 其实每一块布 它都是知年的一个故事 因为当她创新 她的新的图案的时候 她都是用了她的心理脑力和手力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空白的 空白在哪 我觉得她没有一个真正的土布文样 图书馆 当一个设计师想要去找古老的文案 古老的图案的时候 其实你在网上真正的找还是挺少 那居然我在这里 崇敏岛能够收到全国的那么多种的文案 我就在这里 让全世界的那些设计师啊 然后手艺人啊 到崇敏岛能够来上一个据点 用这里的布呢 去设计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 让它继续去创造它的魅力 其实它每块部每块部的图案 它是都跟着这个时代走的 那现在已经是2000年 20后了 我这个时代我要去创新什么 所以我在慢慢地也去创新 跟这个时代能够结合地划行 但是它又不能跟我们以前的传统文案去断裂 用传统的方式去制 去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